故事来到1965年 22岁的米夏成为了一名法学实习生 这天她跟随老师前来观看一场对纳粹的审判 此时政治二战重建后的德国 对战犯的清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米夏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平常的实践课 但很快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米夏抬起头 那个朝思暮想的身影就站在被告席上 在法官冷静的问询中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汉娜逐渐展现在米夏的面前 她于1922年出生 1943年自愿加入纳粹党卫军 负责看守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 每月都会挑选十名囚犯送进奥斯维新处死 在1944年冬天的死亡行军中 她与其他看守锁上了关押囚犯的教堂门 导致三百多名囚犯被活活烧死 米夏不敢相信 那个会为书中故事痛哭的女人 竟然犯下了如此多骇人听闻的恶行 但汉娜对法官的指控供认不讳 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意 她反问法官 她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 挑选囚犯除死只是因为 每月都会有新的囚犯进来 那就要有救的囚犯被送走 而在发生火灾时锁好门 也只是尽一个看守应尽的义务 米夏的心颤动起来 汉娜在她心中的形象彻底崩塌 这场审判对她来说无疑是另一种凌迟 她只好不断地离开听众席休息 回来时 一对母女作为火灾中的幸存者 正在指认当年的六名看守 汉娜赫然在烈 但与她的坦然接受不同的事 其他五人都否认了自己的罪行 随后法官拿出一份 关于那场大火的报告 上面没有署名 法官想要找到撰写这份报告的人 汉娜表示报告是她和其他看守 共同商量撰写的 但其他看守却同一口径 一致指认汉娜是他们的主管 报告由她一人撰写 为了找到真正的作者 法官提出与汉娜的笔记进行对比 只比摆在她面前 只要写下一个字 就能洗清自己的嫌疑 但汉娜没动 与此同时 一些尘封的细枝末节 在米夏脑海中闪现 她总是拒绝自己阅读 盯着菜单时紧张又茫然 一个想法在米夏脑中成形 或许汉娜根本就不识字 又何谈写出那份报告呢 汉娜直接承认了罪行 米夏贪图在阶梯上 她知道 汉娜因自己是文盲而感到羞耻 她无法向别人吐露自己现在的心情 她既不敢告诉别人那年夏天隐秘 而疯狂的恋情 又未曾有过这样一位战犯情人感到惶恐 她只好问老师 如果她有一份情报 刚好对其中一个战犯有利 能大大的缩短刑期 她应该检举出来吗 老师告诉她 应该询问当事人的想法 于是米夏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来到监狱 可就在她和其他探监的人一起进去时 她退缩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和往日的情人 如今的战犯进行交谈 她转身离开了 审判日很快到来 其他看守的罪名是协助 被判处监禁四年 而汉娜的罪名却是主谋 被判处装身监禁 1976年 33岁的米夏早已长大成人 成为了柏林的一名律师 她有了一段短暂的婚姻 父亲去世后 她带着年幼的女儿来看望母亲 告诉她自己离婚的消息 在熟悉的房间里 她一眼看到了箱子上的奥德赛 非夜上还写着日期 1959年3月 正是她为汉娜第一次朗读的日子 往事历历在目 米夏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于是在这天清晨 监狱中的汉娜收到了一个包裹 纸箱里是密密麻麻的磁带和一个录音机 她颤抖着手按下了播放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